我們看第七題 它說SY0滿足這個等式 那SY0都不等於0 那問這個等於多少 這怎麼做 我就把這個東西稍微整理一下 把這個移過來 就等於這個減這個 那就多少呢 就是X-2Y-0 等於0 或者把這個移過來也可以 我就這個減這個 就是2X-3Y-3-0 這個等於0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兩個平面都有通過圓點 代表這兩個平面有交與圓點 至少它有什麼呢 它是交與圓點 那我們知道 兩個平面相交的話 它不可能交一點 這兩個平面相交的話 不可能交一點 它要嘛就交一條直線 或者是兩個平面重點 那這兩個平面沒有通過圓點 所以它是交一條直線 那既然交一條直線的話 那麼這樣子的話 假設這個是 這個是兩個平面 那交與這條直線 那我現在把 把這兩個平面的法項量 取外計 取外計以後 那麼這個項量 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 這條直線的方向向量 那因為它是通過什麼呢 通過這個圓點 所以我就知道 這條直線就變成什麼呢 變成是 這個是 X-A 等於Y-B 等於Z-C ABC 就是這條直線的方向向量 這條直線的方向向量 也是等於 這兩個法項量的外計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ABC找出來 ABC怎麼找 就求這兩個什麼呢 現在的話 我就知道 N1 N1是這個平面的法項量 是1-2-1 N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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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4是7 這個是方向相量 所以我都知道 這是通過圓點的那一條 就是交線 交線的話是x 除以a a是3 等於多少呢 y除以b 等於z除以7 這個是方向相量 會等於k 或者t 例如t 参數式 這樣就可以把這條直線的参數式寫下來 x等於3t y等於5t z等於7t 然後帶進去 帶進去的話答案就出來了 因為 這每一項都有t平方 t平方就會約掉 所以x就直接帶3 y的話直接帶5 z的話直接帶7就可以了 xy的話就是 這兩個相乘是15 y的相乘是5735 再加多少 再加多少呢 這兩個相乘是3721 這平方是33得9 加5525 加7744成 好 那這樣都做出來 這個是50 50 50 這71 那這多少 那這多少 這個是58 58加25 這13 131的話 83 83 所以應該是83分之71 83分之71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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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